委托店主购买彩票 却因店主忘记出票而错失大奖 损失谁来承担 近日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委托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李某系彩民 张某系中国福利彩票代销者 李某长期通过微信委托张某购买彩票 某日 李某按惯例通过微信告知张某购买彩票的自选号码 并通过微信红包 向张某支付彩票款20余元 张某收款后 网达彩票 开想结果显示 李某预购买的彩票号码中 有10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一致 如成功购买 扣除个人所得税后 李某的中奖金额为400万余元 为此 李某将张某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某作为长期 专业从事彩票销售事务的代销者 具备较一般人更为专业的知识 和更便捷的优势 其在接受李某委托 并收取李某购买彩票的款项后 待遇打印彩票 导致李某未能中奖 张某的行为 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 客观上造成了李某 丧失了中奖机会 和奖金金额的损失 故张某作为受托人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鉴于500万元大奖中奖的概率极低 属于概率学上的小概率事件 张某可预见的中奖金额 必然要受到涉性概率的稀释 故不宜按中奖金额 确定损失金额 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 法院酌情确定 张某应承担损失金额为 24万余元 法院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且张某已按判决 履行付款义务 法官说法 委托合同的受托人 即使无偿委托 也应履行合同义务 因受托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导致委托人利益受损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受托人作为彩票代销从业人员 妄打彩票 存在重大过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委托人也存在选任不当 为催促提醒的过失 根据过失相抵规则 委托人 也应自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责任 法官再次提醒 由于彩票不记名 不挂失 委托他人购买彩票时应挤身对待 完整 准确地表明 委托购买的意思表示 明确约定委托事项 报处支付等 并及时保留相关证据 以便与双方发生纠纷时 能更为有效地证明案件事实 维护合法权益